打赢红都保卫战的朱文正 最后究竟是什么下场 在朱元璋的开国工程里面 朱文正的死因可以说是相当隐晦的一个 连老朱本人也总是想避免讨论这个问题 朱文正呢是实打实的朱元璋的亲侄子 咱们先理一下老朱家的家谱 朱元璋的爷爷朱初一有两个儿子 老大叫做朱五一 老二叫做朱五四 这其中朱五一有四个孩子 分别叫朱崇一 朱崇二 朱崇三 还有朱崇五 为啥没有朱崇四呢 因为这个名字是按照出生的时间牌的 老二朱五四的大儿子生得早 于是这个崇四的名字 就到了老二朱五四的家里面 老二有五个孩子 儿子呢分别叫做朱崇四 朱崇六 朱崇七 还有朱崇八 这个朱崇八就是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的原名 至于那个女儿 干脆连名字都没有记下来 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开国皇帝家族当中 名字最好记得一个了 估计也是因为过去太寒酸 老朱后来就出底反弹 让自己的后代们名字是一代比一代的难念 这其中朱元璋的亲哥哥有一个孩子 叫做朱文正 他的亲姐姐也有一个儿子 叫做李文中 这俩孩子后来都跟着朱元璋打天下去了 明天一直有一种说法 说人的名字起得见 那就特别好养 但是元朝后期的那种社会情况 什么都养不下去 朱元璋的父母 大哥三哥全都饿死了 眼看这家子 除了朱元璋之外 还有大嫂跟二哥有口气 大家就想 这个蛋可不能全睡在一个篮子里面 于是这三个人就分头行动 各自找地方要饭去了 此后老朱家的血亲们就一直没有联系过 直到后来 朱崇八变成了朱元璋 26岁那年的小朱 攻下了除州 成了红金军的一个头目 他的大嫂带着儿子朱文正来投奔他 朱元璋也是从大嫂那里得知 他的二哥朱崇六早就已经去世了 父亲的儿子里面就剩下他一个独苗 而这个时候 朱元璋的长子朱彪还没有出生 所以大哥朱崇四的儿子朱文正 是当时他们朱家的第二代人当中 唯一的孩子 从治政四年一家人分开 到治政十四年见到这些亲人 就朱元璋这种严重缺失亲情的人 那一刻肯定是难以想象的激动 明太祖实录当中记载 朱元璋对于这个侄子 那真的是像对亲生儿子一样 当然事实证明 这个儿子般的待遇 也仅限于朱元璋的亲儿子 朱彪出生之前 不过这个时候的朱文正 显然是既懂事又爱学 名史当中就有记载过 说有一次朱元璋问朱文正 你将来想要做什么管 朱文正的回答相当漂亮 你要是这么说 那咱就见外了 我跟着您混 还怕将来没钱花吗 只不过这会儿 咱还是集体创业的时候 你要是有好处 光想着给自家人 那以后谁还愿意 给你好好干活呢 当时的朱元璋听完就觉得 这侄子真是个好侄子 于是就在攻占了南京之后 朱元璋设立了当时自己这边 最高的军事管理部门 大都督府 这个有点相当于宋朝的书明院 直到后来明朝建立的初期都还存在 首任大都督正是朱文正 可以说老朱对他确实是非常的信任 朱文正很快也迎来了 他一生当中最辉煌的战绩 那就是宏都宝卫战 关于宏都宝卫战的事 其实和陈有亮手下的两个二五载有关 在原制政21年 朱元璋先攻下了安庆和九江 把陈有亮给打退到了武昌以带 陈有亮手下的一个大将叫胡言锐 因为扛不住朱元璋的奏 就主动献出了江西的重镇龙兴城 也就是南昌 朱元璋这可乐坏了 一边是为了奖励胡言锐 就纳了他的女儿为妾 成了对方的女婿 同时还将龙兴改回了原名 叫做宏都 结果一年之后的治政22年 胡言锐手底下有两个小将领 觉得自己没有受到新领导的重用 就打算重新跳槽回原来的老板那边去 朱元璋一下子又不干了 派徐达邓玉干掉了这两个二五载 然后就把最新任的大侄子 朱文正派了过去 还把邓玉留了下来给他做副手 朱文正镇守宏都之后 就开始大搞基建 修城墙 挖户成河 这些基建在一年之后果然派到了用场 按照明史记事本末的描述 一年之后 缓过谁来的陈有亮倾家荡产 带领60万人进攻宏都 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 陈有亮把自己手下官员将领的亲戚们 也全都领了过来 目的很简单 打赢了咱们就在这安心家 打输了那就自己灭自己的族 眼看陈有亮的军队 像蝗虫一样铺天盖地的打过来 朱文正一边是拼命抵抗 一边是派人脱围 去南京向朱元璋求援 但是这会儿的张士诚 正在偷袭朱元璋的屁股 攻打小明王韩里尔所在的安丰 小明王死不死倒无所谓 甚至他死了可能是最好的结果 可是安丰丢了那可就是大事了 朱元璋决定先去救安丰 至于洪都 朱元璋的意思是 只要朱文正能够守住一个月 那你就算完成任务了 到时候我就来救你 可问题是 这个来求救的人 到南京的一路上 已经走了一个月 他返回洪都还要一个月 然后再告诉朱文正守一个月 那就是三个月的时间 那真是个好伯父 不过朱文正这个人也是够硬 他让手底下的将领们守城门 然后亲自领着一支军队 哪个城门要是守不住了 就亲自领兵打过来 打完之后再赶紧让人修复城墙 60万大军打了30多次 水路路路全都上了 硬是没有打下来 谁有量人都蒙了 这城里南部城也有60万人 那实际上这会儿的朱文正 手里只有8万人 这8万人最后几乎都打光了 朱文正手下的将领 也基本上全部战死 打到了最后 朱文正他自己都浑身是刀口 站不住了 他就把自己绑在了旗杆上 指挥守军 等朱元璋终于领兵打过来的时候 整个红毒都已经快被打成废墟了 这一仗 朱文正算是把陈有亮的锐气 全部打散了 后来的颇阳湖之战 朱元璋彻底盖翻了陈有亮 明水当中评价说 江西这一战 最大的功臣就是朱文正 可是这个大功臣到这儿 人生的高光也就结束了 因为战后朱元璋封赏的时候 显然是把朱文正给拉了下来 可能朱元璋还记得 当初朱文正说的话 有好处先给别人分 朱元璋那是当真了 你既然大度 那我就不客气了 可是在朱文正的眼里 我客气客气 你还真不客气 你是人吗 就你这样的分法 你们老朱就早晚猪反贼 此后的朱文正脾气就变得异常暴躁 经常打骂士兵 明史当中就提到过 当时有个官员就去朱元璋那里 举报朱文正 结果朱文正可能是害怕 没过多久人就死了 离奇的是 这个举报朱文正的官员 也被朱元璋后来给杀了 这就很离谱 一个大功臣还是血亲 说没就没 这就很不正常 明史录给出了另外一种说法 那就是朱文正和张世成私通 被朱元璋发现了 但问题是 这个私通究竟是怎么通的呢 事实上张世成这个人 本来就是盐贩子 江西当地的盐 有一部分就是张世成的私盐 所以这个私通 很有可能就是金钱上的往来 也就是说买了他的盐 那这会儿朱元璋本来就打算 跟张世成火拼 对他要搞经济制裁 结果你还买他的盐 朱元璋发火倒也正常 可是人死了就不正常了 直到朱元璋晚年 颁布预制祭飞录的时候 在里面提到朱文正时 才有了另外的一种解释 红武三年 朱元璋第一次大封藩王的时候 自己的十个儿子里面 大儿子朱标是太子 而七儿子早早的就夭折了 剩下八个儿子封王 除了这个八个儿子之外 他还有一个藩王 他不是朱元璋的儿子 却也在第一次封王的名单里面 他就是朱文正的儿子 靖江王朱首千 红武二十年 为了让那些 总是在地方闹事的藩王老实一点 朱元璋就编撞了 《御之祭飞录》 里面有一段 是和靖江王朱首千说的 老朱在这里面说 你爸爸当年 就是太任性不听劝 结果才被我给打死了 那结合明史明实录 还有《御之祭飞录》的内容 朱元璋的死因 差不多就是 颇阳湖之战结束之后 朱文正因为没有封赏 在南昌城里面 就越来越暴躁 再加上年纪轻轻的 就做了大都督 权力大了 人就野了 不仅在当地 发挥了老朱家藩王的特性 强强民女 草菅人命 而且还和张稀成勾勾搭搭搭 朱元璋怕有人冤枉自己的侄子 就处死了告状的人 然后把朱文正 叫到了南京亲自去问 没有想到朱文正到了之后 就开始和朱元璋打立台 凭什么我立功了 你啥都不给我 我要是有罪 你就说有罪 没有罪 你就给我指明了 朱元璋就懵了 有喝不给你 老朱就叫王了吗 哎难说 朱元璋一怒之下 就手持钢鞭把人打 结果老朱内力太强 失手就把人给打死了 朱文正去世之后 为了保全自己兄长的颜面 朱元璋也没有公开他的罪情 还封赏了他的儿子 做大明的第一批藩王 靖江王一脉 一共是传了十四代 一直到清朝的顺治七年 末代靖江王 被孔有德杀害才终结 他是整个明代传承时间里 最久的翻戏 从这来看 朱元璋也算是对得起 自己的大哥了